作为绝命毒师衍生剧 观众自然对绝命律师Better Call Saulio 莫大期待 从2015年开播到如今将播出的最终季 是证明 文斯吉利跟Winskelegan领军的团队没让人失望 甚至出现了超越母剧水准的高评价 而在迎接最终六季到来前 对巫过往情节 你的印象还是否深呢 从全球知名票选网站Ranker中 一起来看网友选出5G十大最佳级数 重温吉米麦基尔 Jimmy McGill从菜鸟律师变为奸诈索尔的旅程 吉米和小金努力处理煤 维德会议带来的结果 在此同时 拉洛提出一个可能的要求 并密谋对葛斯复仇 吉米开发的大 子很重要 但让他不得不抛下自尊 寻求协助 与同时 麦克回到求职市场 吉米召集团队拍摄影 希望及此打击梅萨维德 小金却在此时开始动 麦克设下陷阱对付拉洛 饱受惊吓的小金重新 估自己的优先要务 吉米试图弥补某个错误 查 遭受连续挫败 本集描述麦克过往遭遇的悲剧 回眼前 他相当需要帮手 而吉米似乎能为他赴 导火在所不辞 但是这样依然无法让麦克消除 绿 至于吉米这方 他的道德观正遭受考验 跟拉撕破脸之后 吉米要求麦克给他答案 霍华德的 告让小金深思 神经紧绷的纳秋前往墨西哥 查 试图弄清楚听证会发生的事 吉米运用聪明的 法解决财务困难 海克特先生激怒了纳秋 何晓 再次设下骗局之后 吉米这次动了三寸只蛇 西 把律师职照拿回来 威娜的行径让麦克伤脑筋 若忽然上门拜访葛斯 吉米接下拉落 颇有转头 开始 最后却置身于沙漠深处 被魄力惊害人 且 新的旅程 惊魂未定的吉米为了解释自己的销 而编造故事 然而真相却逐渐浮现 他试着如亡 一样重返职业生涯 却发现比预期的更加困难 今发现自己处于人生的转折点 以上剧照写取 AMC电视网 延伸阅读 HBO MAX犯罪影集 东京之恶物大看点 众 90年代日本警戒 黑帮冲突 18岁以下误入 Netflix大尺度情 片单推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